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运动员熟悉球性的一种练习手段 以增强对球的弹性 重量 旋转 以及触球部位 机球时用力轻重的感觉 双脚脚背踮球动作要领 脚向前上方摆动 用脚背机球 机球时踝关节固定 机球的下部 两脚可交替机球 也可一只脚支撑 另一只脚连续机球 机球时用力均匀 使球始终控制在身体周围 好 同学们 这个我们足球课的第一堂课里边 第一节课里边就要讲到了颠球 颠球在足球这个基本技术当中 它是一个基本技术 它是一个熟悉球性的过程 就是让我们的脚认识球 让球认识你的脚 你老认识球 球不认识你 让脚去感觉这个球感 这个球的气压大小 它的皮子的硬度有多大 它的特性是怎么样 它的弹性有多大 就是颠球是很好的让你的脚去了解 球的这些特性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属于一个属于球性的过程 在我们的具体比赛过程当中也有 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运动员在场上 在比赛场上颠的球跑 但是用的不多 这是一个熟悉球性的一个过程 就是了解让我们的脚和球加深认识的一个过程 我们今天讲课的第一个内容 当然颠球的部位有非常多 它有脚背正面 脚背内侧 脚背外侧 大腿 胸部 头顶 当然了有杂耍性质的 还有肩膀 脚后跟 还有脖子能颠球的 那都有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 就是脚背正面颠球 首先脚背正面的部位在什么地方 脚背正面的部位 大家看啊 我们一般系鞋带 这个鞋带的第一 第二鞋带 这个靠里边这一块 就是我们脚趾的拇指 食指的第二 第三 折指关节 那个地方非常小 不大 有鸡蛋 还比鸡蛋小一点那个地方 那颠球 脚上鸡球的部位 脚上鸡球的部位在那个地方 那么颠球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看 颠球的时候 整个的颠球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完成的演示 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颠球 用脚背正面颠球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好 来 我再来讲讲这个具体的一个 技术动作环节是什么样 颠球的时候是一个脚颠球 另一个脚是支撑脚 颠球的时候 支撑脚稍微弯曲 身体稍微前倾 身体稍微前倾 喊点胸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像走路一样 机球脚由后往前 大腿带动小腿 小腿 小腿的柔和往前甩动 当球下落到敌面 十公分左右的时候 那个机球脚刚好甩到 那个部位甩到 机球那一瞬间 脚尖上翘 脚尖上翘 怀观点固定 怀观点固定死 如果你是手为力的话 这个地方啊 好刚解这个地方固定死 你脚背正面那个部位 机球的底部 把球颠起来 那为什么要颠不要踢呢 它有一个力量 颠的高度有多高呢 颠的高度尽量不要超过腰部 尽量不要超过腰部 颠的太高 球的下落实量会大 你下一脚颠球的时候 速度会快 机球稳定性就会降低 踢完球之后 机球脚落地 变成支撑脚 支撑脚变成另一个垫球脚 由后往前柔和的甩动 还是一样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当球下落到地面十公分的时候 你的脚刚好到 脚尖上翘 怀观点固定 用脚背正面 机球的底部 机球的底部 把球击起来 两个脚轮替 机球 机球的高度呢 不要超过腰部 大家再看一下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机球的高度 尽量不要超过腰部 大家从后面可以看一看 这个机球是什么样了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侧面看一看 这是脚背正面颠球的动作要领 电球的基本的动作要领都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先做一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是无球模仿练习 这个不需要球了 大家把那个动作要领做出来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支撑脚和这个摆动腿 摆动腿油和往前 大腿再动小腿摆动 柔和的摆动 到击球的瞬间脚尖上翘 脚尖上翘 怀关节固定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好 大家一起来做一做 身体稍微前倾一点 支撑脚尖弯曲一点 颠备 起 上翘 稍微上翘点 柔和的甩动 像走路一样 像走路一样 怀关节任何时候都是放松的 就机球那一瞬间是紧张了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不要手臂不动 机球那一瞬间 对 对 不要太机械了 领袖鱼那动作有点太机械了 柔和的甩动 大腿再动小腿 身体稍微前倾一点 对吧 机球那一瞬间 崩脚尖 勾脚尖 第二个练习 一个脚练习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脚背正面触球那个部位 吃球 让球自然下落 摆动腿由后往前 肩中脚稍微弯曲一点 把球踮起来 踮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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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踮到高度不要太高 不要超过腰部 踢球那一瞬间 感觉踢球那一瞬间 脚背正面那个踢球的部位 脚尖上翘 滑过前紧张 好来 同学们来练习一下 拿球 来 拿球练习一下 注意不要直腿 甩小腿 如果可以甩动小腿 甩小腿 左右脚左右脚 换换右脚试一下 换换左脚试一下 机球的时候 注意 机球的时候 机球点不要太高了 机球脚离地面十公分 机球点不要太高了 有同学做的动作不对的 机球点太高了 机球点让球自然下落 脚摆动到 十公分左右 把球击起来 把球击起来 球前后转是正常的 球前后转是正常的 好 来来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让球自然下落 主要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怀魂前什么时候都是松的 就机球那瞬间 它是紧张的 机球那瞬间是紧张的 好停 停 下面做一个练习 前面我们感受了脚出球的位置 下面做一个练习 连续性 单脚的连续两次 一个脚连续两次 把球钻到自己 再用手把球拿到自己手里 一二 就到手里 一二 一二 拿到自己手里 好 好 来试一下 不要太高了 把球钻到自己手里 两次 左右脚 看看左脚怎么样 左脚连续 连续两次 不要太高 连着两次 练习四 我们感受了左右脚的连续颠球 实际上正常的脚背正面颠球过程当中是要求我们左右脚轮替来 感受到了左脚和右脚触球 感受到左脚和右脚的连续颠球 那么现在我们下面把两个脚连起来 从左脚到右脚或者从右脚到左脚 先从右脚到左脚连续两次 把颠到自己手里 一二 到自己手里 一二 一样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自然摆动 要放松一点 尖球不要太高了 击球的步要准确 球前后转是正常的 球不转也是正常的 但是球向前转肯定是不对的 好来试一下 试一下 从右脚到左脚 柔和的甩动小腿 柔和的大腿带动小腿 柔和向前甩动 击球一瞬间怀观间是紧张的 身体稍微前轻 身体稍微前轻 不要直腿电球了 柔和的甩动小腿 从左脚到右脚来试一下 从左脚到右脚试一下 左脚到右脚 注意两个脚交替的时候 支撑脚变化 颠球脚变成支撑脚的时候 颠球脚变支撑脚 稍微弯曲 身体中心稍微下降一点 两个脚交换的时候 球一定要稳定 那么下面一个练习 我们来连续试一下 两个脚连续颠球试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要求 注意 支撑脚变成颠球脚 颠球脚变成支撑脚的时候 注意球的落点在什么地方 往下落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再要一个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要放松 上体要放松 上体和手臂都要放松 颠球的高度不要超过腰部 连续行颠球 颠出来的球要有稳定性 不要到处跑 不要到处跑 控制好那个球 控制好 好来来来 自由颠球试一下 大家看情况怎么样 两个手臂自然摆动 自然摆动 球要稳定 颠着球要稳定 不要左右前后到处跑 稳定性要降低 击球的部位要准确 击球的部位要准确 很好 很好 身体稍微前轻一点 身体稍微前轻不要后仰 刚才我们做了练习了 这里边有一些错误动作 我们来纠正一下 来看一看 第一个错误动作 小马同学来 刚才小马同学 颠球的动作 大家看一看 对 再来 动作错误在什么地方 来 余耀利讲讲 膝关节没有摆动 动作不连续 上肢比较紧张 余耀利讲得非常对 颠球的时候 击球点要低一点 离地面10公分 一个是小马刚才颠球的 小马同学颠球动作 高了 还有个驱腿了 驱腿了 要驱腿了 要如何的甩动小腿 如何的甩动小腿 还有一种错误动作 大家来看一看 刚才这个 西安明同学 电球的 驱腿的那种 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 跟刚才小马不明显 但是它这个 非常明显 驱腿电球 这样驱腿电球 踢大腿 驱腿电球 这也是我们这个 电球练习当中 常犯的一种错误 一定要注意是 大腿又或往前甩动 摆动 又或往前摆动 大腿在动小腿 又或往前摆动 柔和着摆动 柔和着摆动 然后击球 击球那一瞬间 怀魂间是紧张的 紧张 这个踢大腿电球的 第一个是驱大腿 再一个击球点高 控制球不容易控制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 景昊同学 刚才电球的动作 是什么样的 景昊同学学 电球时间比较短 来看一看 来景昊 正常电是怎么电 该怎么电 再进去 来 再来 再来 看一看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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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好 景昊天球呢 错误内容涵盖比较多 大家看看 总结总结 它有哪些地方 有问题的 像吧 没有摆动机关节 声音大点 没有摆动机关节 没有摆动机关节 连续 不连续 主要有几点 一个景昊天球的时候 怀魂间 击球那瞬间 怀魂间不紧张 它不紧张 导致球垫不起来 垫不起来 这个脚 脚是软的 一垫球 就是说 这个 清语讲的 林清语讲的 它不连续 不连续的最大问题 一个地方就是 怀魂间不紧张 球垫不起来 球垫不起来 不能达到 连续性垫球 再一个 上肢比较紧张 手臂 不能自然摆动 上体比较紧张 主要是 这几个 这几个很典型的 几个常见的错误 在垫球过程中 常见的一个错误 在垫球当中 大家应该注意的 是特别应该注意的 直腿垫球 提大腿垫球 还有怀魂间不够紧张 球垫不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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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